欢迎大家收听《望向发布》 录音的时间是2020年3月28日 这里有我Raymond Wong 还有加拿大的家产生 大家好 支持我们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做三宝 点赞、订阅和分享给朋友 除了订阅我们的《望向编辑部》之外 希望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另一个台 《正向报》和《浪冷气》 订阅、点赞和分享 壮大中立模式和和平理性的声音 《浪冷气》有一个警告 就是不喜欢炒蝦、拆蝦、海鲜敏感的朋友 最好不要去 现在我们都是被困在家 加餐生 今天是第二天 现在十九病毒很厉害 但是呢 现在我发现了一件事 突破盲腔了 就是这个五眼集团 包括英、美、加奥纽这五个国家 在这个十九病毒的公布数据里面 我认为是充满了这个水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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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澳洲的数据就可以知道 因为这边呢 他们就说这里是 社交传播 就是社交传播 是很少的 但是呢 看到这个情况 不多次 因为为什么呢? 一去看看澳洲的数据 就是 就是 说那个十九病毒 买了东西 竟然这个 如果社交传播是很有限的话呢 在澳洲的数据来看呢 就是新西兰 去完新西兰 惹到病的人 应该很少才是 是不是? 是 但是不是的 它起码都有 现在看过 测试 它没有给数据出来的 但是起码都有十个百分比 哦 是在 是啊 看出来就是 似乎是十个百分比 因为 最少是十个百分比 因为你看到就是 它东南亚也有 东南亚也是十个百分比 新西兰和太平洋也是十个百分比 但是呢 我们这边公布出来的数据 只是说这个社交传播 只是有两单 比较 两个地方是比较多的社区传播 很明显 那些数据的水分 是非常之严重 是很严重 因为 你说 是不是因为未检测 未检测 不切而造成 我不知道啊 这里现在检测很多了 一天都 就是 以这里的速度来说 一天都起码做 千多二千单 就是我的理解 就是 是啊 所以这里一天 就 昨天都增加了八十几单 这个十九病毒 那基本上呢 就已经 差不多 最近香港了 因为香港都是五百一十八单 就是根据最新的数据 我看到的 就是香港的数据 五百一十八单 我们这里是已经去到 四百多单了 这里 四百 近五百单了 差不多最近香港 应该明天就追过香港了 真是很严重 因为 四百五十一单 如果只是 确诊 就四百一十六 计划疑似 就四百五十一 疑似的数据 太低了 就是 不是很明确 就是我觉得 那些数据 澳洲的数据 又是 我觉得 水分也是有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呢 又在澳洲 去完澳洲回来 都病啊 因为澳洲他都说自己 社区传播不是很严重的 哪有可能 如果是不严重 哪有可能 两边交流 竟然可以 在澳洲回来 那些人 是占了 二十多个百分比 就是你看到 就没什么可能 所以整件事 现在很大件事了 就是 我觉得 五眼集团的数据 收集呢 全部不到位 全部 尤其是在这个病上 全部都不到位 我的看法就是 这个是纯粹我的个人观点 因为看这些数据 就是 加上不对路 你只是澳洲 就是这样 交叉感染都这么多的时候 你怎么能说 那个地方是没有社区传播呢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 没有什么可能 而且 美国也是 加州 它说自己 就是部分地区 有社区传播 但是我们那些人 在 就是 我们可以知道 那些 那些回来 买了东西的人 是在哪里回来的 就是它公布了 有很多 都是在 就是 美国 不同城市 有很多 就是 洛杉矶是最多的 那 那 麦阿美 就是 就是实际上的数字是多少呢 真是猜不到 就是美国 我现在对美国公布那个 就是 就是 世界第一的数字 都是 就是 都是非常之不信 我认为 我真的觉得 不是 十分可能 因为 太多不同城市 都是买了东西回来这里 是太多了 真的太多 你 我们看到 有些数据是说哪里 是 纽约啊 什么 Colorado 那些全部都有 就是 Colorado 它说是 就是如果根据美国自己公布的数据 就是它那里没有什么社区传播 很难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March Blake那时候 很多年轻 走了去Miami 那里海滩party 盼死无大害 说我们会没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是没有可能没有 我说一下今天 今天已经说说有一个 那些叫什么 经理 就是那些超级市场经理 拎了东西 你也知道 超级市场那里拎了东西 就可大可小的 有一个还死了 48岁 所以我相信 其实说没有社区全部欺骗你 加拿大已经是 至少安省已经有 因为我们都有人在BC省回来 都是拎了东西 是啊 都是拎了东西 BC省是 第三多 第一 今天第一多 现在就是Montreo 买卖省 然后是多伦多省 然后是多伦多安省 然后是多伦多安省 安省已经8889宗了 第三就是一个 BC省725宗 第四才有北亚 所以 其实是社区全部是有的了 应该挺厉害的 而且 应该挺厉害的 不过没有说出来 那些人 还有我觉得有些人是隐瞒我行蹤 就是 有人在温哥华那里的 但是在温哥华之前 他是去 去BC另一个地方 叫做Okanagan 是不是Okanagan 不懂读那个字 他之前是去过 他那里就是 很多酒庄 酒庄那里 他就去那里 就是 现在就是温哥华 和这个地方 都应该有社区全部 不是怎么会 去到然后回来 就马上来 真是想不明白 是吧 所以 这个是禁不了的了 就是 你说 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少呢 他是没有门到的 我都是 我仍然都是相信 没有门到的 不过 那个防备工作 就做得好 比美国那样 美国好像盘子 他现在当然不盘子 但是 如果另一个角度 他好像 还是 还没收到 没收到那么快 应该这么说 所以我都是不乐观的 很奇怪 就是 那些数据 完全 完全加不上 就是 根本 根本 我觉得 五眼现在报出来的数据 他们不是门报 而是他们那个 收集数据 那个情况 是有问题的 就是 也有很多人 可能 可能这个 19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可能这个19病毒 有太多人 根本就是没有症状的 带菌者 是有很多人 都是没有症状的 带菌者 所以 大家都不知道 现在会怎么样 就是 你没有症状 你不会去验的 有症状才会去验的 所以你实际上 那个 那个 情况 我觉得可能 会比 想象中大事很多 就是 真是感染的人数 那么死亡率 相对计算 也会小很多 现在计算出来 大概是1% 就是 美国的死亡率 我觉得那个死亡率 可能会再小一点 就是 它就做出来的 死亡率 实际不知道 但是 应该 很多地方 就是欧美 我认为欧美 很多地方 都已经社区大爆发 澳洲都是 我看法就是 其实新西兰都是 那么 现在新西兰就 就是封城 那么 希望这14天可以 就是将那些 因为它其实最少是封 最多是 不是 现在不是这么说 现在估计是要封 两至三个月 就是这里 他说出来就是封四个星期 实际上 应该会封 不是 应该会封 两到三个月 现在估计就是 因为它政府出来的措施 是 比如出粮 就是出粮津贴 是可以 最尽是十二个星期 就是三个月 现在说出来 已经是三个月 那么 可能那个社区传播 根本上 那个比例是很高 现在没有 现在他们个个都说 没有什么社区传播 但是我觉得实际上 这个不是的 香港都应该要小心 这一件事 其实社区传播 尤其是在外国 回来的那班人 根本上 我觉得英国回来的那班人 很多已经 根本上是大了病毒 我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 在这里看到的数据 就是 很多人都是从伦敦回来的 是超多 就是欧洲 如果不是纯粹伦敦 你计算的话 澳洲实际是有一半 差不多一半 近一半的人 在欧洲回来 就是欧洲回来 就是这样的 我相信 我相信 在美国回来的那些 都出事了 就是这边 就是 March Break 是很多人外游的 正如我说 有些人根本是不理的 直接回来 直接回来就回来 我没什么 所以我就回来 那么疲倩的人 但有人在 现在很有趣 现在很有趣 这些数据 就是 社区传播 我们知道的 confirm case 社区传播 比如澳洲 就是100宗 就是社区传播 大概100 200多宗 但是呢 在外面回来的 那些 占很大比重 但是我现在开始看到 我不认为 纯粹是这样 因为 你看看那五个国家 它报出来的那些数 竟然很多数 是在 是说没有什么 社区传播的地方 惹到回来 现在澳洲都说 自己没有什么 社区传播 我们这里都说 自己没有什么 社区传播 很大事 所以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 10% 澳洲的 case 接着说在这里 惹到回来 我完全拗了头 就是 如果没有社区传播 它怎么会在这里惹到 嗯 是不是 喂 其实 其实是很 整件事 美国 它又说很多地方都说 自己没有什么社区传播 但是澳洲 确认了的 case 有大概三分一都在美国回来的 就是美加 美加 美加 就是整个北南美加加在一起 大概三分一 那澳洲 你刚才说到澳洲之后是继续的 澳洲那里不知道为什么会停了 接着就有3378单的 case 其实有近一千单左右 是在美国惹回来的 嗯 那你告诉我没有社区传播 你告诉我说 美国没有社区传播 我真的不信 一定现在已经是有了 现在纽约也知道了 这个已经是欺不了人了 这个已经是 没错 这个肯定是有的 肯定美加 就是 我不敢说加拿大 但是美国肯定是有社区传播 肯定我说出来的 真正的社区传播程度 是比他说出来严重 是严重很多 因为没有理由 譬如 你纯粹说数据 你自己去旅行 你惹到的机率 有得算的 是不是 如果他没有社区传播 怎么会惹得到 第一个疑问 难道是在飞机上惹回来吗 是不是 根本不是很合理 那 香港真的要小心一点 因为现在 我觉得 英国 他们报出来的数据 都是 都是流流的 都是流流的 都是不够 不够 可能他根本就是 那个检测不够 令到他的数据不准确 那看来要看 大家的检测量的提升 才可以 会合理一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初初中国都是这样的 初初检测 初初开始爆发的时候 他增长得都不太多 但是突然有一天 一砍一声 弹都上去 多了很多出来 因为他 那次 我记得很清楚 他就改了 那个 确诊的标准 他就 不需要 测试盒 测试 都可以确诊 确诊 都可以变成了 确诊 因为那时候最初 是不够测试盒的 最初的时候 是啊 那现在 很奇怪 我觉得 我始终都是有怀疑的 现在 我觉得他们 这个19病毒 实际上的 传播 是被 报出来 廣很多 尤其是 欧美国家 是啊 欧美国家 我觉得 欧美国家 这次可能 就是托大了 完全 完全觉得 可能觉得是 内地 那个医疗不行 才会 那么大事 那么现在全部 美国家 都是出事 就是我们这里 其实可能 那个 都是出事 而那个 就是 当然啦 我们这里很狠手 就立刻做了 这个 封城的举措 就是封国的举措 那希望可以 就是 禁止这个病毒 因为现在天天都增加 八十几九十单 在这里 很厉害 那个速度很快 八十几九十 其实相对是少的 我今天这里 都过百了 但是我们这里 只有五百万人 嗯 嗯 那明白 就是 就是 所以 所以 其实 现在是人心惶惶的 那 是很头痛的 就是 就是 怎么说 很多人生活有压力 嗯 嗯 希望就是香港要严防 就是 就是 太轻信这个 五眼说出来的数据 现在我自己都有些问号 我不是完全不信 但是我觉得 那个 那个 准程度 比较差一点 嗯 还有 因为 这里 不是强制去验的 是要有 病征 病征才去验 而 有一个人的病征 在这里 只有一个病征 他没有不舒服 什么都没有 他只有病征 就是没有了美国 没有了臭国 就是被塞 是啊 他没有被塞 他只是没有了美国 就是没有被塞 只是没有了美国 和没有了臭国 嗯 那么 哦 之后他又去验 那马上就验到了 是啊 是啊 只有这个病征 所以现在 就是你说 香港那种 入境发烧才嫌 其实可能 都有流亡之缘 现在 所以都很难搞 其实 不过这一节时间 应该都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次再说 就是再报道一下 究竟 现在的情况 不过我希望香港政府 再看看 这个情况 如果可以的话 做些狠一点的招 不过当然 大家都要想清楚 怎样 会不会有一个 很负面的影响 才行的 是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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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